给你50万在高原荒野生存21天 你以为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这一对男女来到洛基山脉参加荒野挑战 晚上冷得像睡在停尸柜里一样 更糟糕的是天空时不时还在下大冰雹 最后节目组还破天荒地给送了两件兽皮毛毯 他们能否坚持到最后呢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本期男主名叫大强 自称是个求生专家 从小就因战争成了一个孤儿 幸好后来被一对美国夫妇好心收养 自己在后花园摸索出了很多求生技巧 长大后就成了个半吊子求生专家 参加这次挑战 是为了向旁儿们证明自己的实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拿到那50万美金 最后节目组给到他的生存评分是6.5 而他的女队友叫大美 是个没有小吉吉的男孩子 父亲说他不务正业被赶出了家庭 为了生存 他学会了一系列野外求生技巧 街上的流浪狗全都被他用陷阱抓过 因此他也就认为自己是个求生专家了 来参加这次挑战的原因 也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真正实力 最后节目组给到他的生存评分是6.8 你可别看他是个男人头 人家的大白兔可比你们老婆的大多了 刚落地大美一脸兴奋地说 想摸队友小吉吉 好吧 大强表示晚上让你摸个够 这次两人的挑战目的地位于蒙大拿的灰熊山 除了茂密的松树林和草原之外 这里还有顶级烈尸着大狗熊和美洲豹 如果你很强 抓到一头就能吃到大结局 但更大的威胁是这里的驼鹿 他有着每小时70公里的奔跑速度 要是被他顶一下 估计肠子都会被扯出来 一段时间后 两人终于在山坡上成功相遇 大美看到队友是个壮术的男人 笑得差点都合不拢嘴了 这样自己就可以躺平等着领奖金就好了 一番商业呼吹后 两人才想起他们是来荒野求生的 一把大砍刀 一个打火器还有一个老铁锅 这就是他们此次生存的三件套 根据地图指示 树林里全都是可食用的蛋白质 而五公里外的河边 是他们的安全区 虽然大草原走起路来并不困难 但还没多久 大强就发现了地上的一坨粪便 一开始还以为是驼鹿留下来的 结果向远处一看 竟然是美味的迷路 大强知道不用面对大灰熊 这才敢放心下来 可当他们踏入树林时 大强就彻底开始不淡定了 因为周围树木上 全是这种触目惊心的抓痕 地上到处都是黑熊留下的欧里给 要是被这些玩意来上一巴掌 估计能把这两人鼻屎都打出来吧 虽然后面制作了一根长矛 大强的战斗力瞬间提升了好几倍 可在我看来要是真遇上黑熊了 还是身后摄影师的AK 四七步枪好用 现在太阳也快要下山了 两人得赶紧找到水源搭建营地才行 至于寻找食物什么的 还是明天再说吧 一听到今天没饭吃 大强瞬间细心上身痛苦地单膝跪地 两人又继续徒步了一段时间 他们终于在前方发现了一条小河 走了那么久嗓子都快可冒烟了 大梅也是个狠人 随手就打起一锅水蹲蹲蹲地就喝了起来 这波操作都给大强看傻眼了 老师不是说以外的水要煮开了才能喝的吗 大梅表示怕她的锤子 老娘上辈子抽水勾个水都喝过 这辈子不也好好的长到这么大了吗 一听到大梅这番解释 大强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喝就喝 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下一秒就捧起铁锅大口喝了起来 看她这销魂的表情 就知道这山泉水有多甜了 可这波操作让她后来肠子都毁清了 两人决定在附近搭建庇护所 这片空旷的区域明显就是快风水堡地 两人也不含糊说干就干 妹子收集周围的干柴 而大强则砍树造房子 大梅又在营地附近发现了野狼的粪便 大强表示我拉一坨能比这个还大 只有把火搞出来才能抵御附近的野兽 但高原生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次把火花打起来转眼就会熄灭 大梅在一旁都看不过去了 随后妹子一屁股挤进去换她来 只见她用草绒卷成一个鸟窝的形状 然后再用打火石在上面咔嚓几下 几口掀起下去一个火堆就被她搞了出来 一旁的男队友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来到了晚上 这气温瞬间降至冰点 两人即便坐在火堆旁都觉得特别冷 还好妹子还能搂着个胖子取暖 好不容易才熬到第二天 看到大美这么大的黑眼圈 就知道他们一夜没睡了 就这种露天式的庇护所不冷死才怪 但大美都还能笑得出应该没啥事 他们决定今天把庇护所完善一下便于保存热量 然后再往地上铺上一层干草 这样睡觉的时候就不会感觉那么冷了 听起来像是一个好办法 但大墙刚动几下 就开始感觉头晕目眩 直接就摊坐在地上喊着想妈妈了 他还说自己头晕恶心还想吐 这症状不是脱水就是感染了病毒 而这里他们并不缺水 唯一的可能就是昨天饮用的山泉水起反应了 一想到这小美就感觉非常自责 她现在很后悔忽悠大墙喝没煮过的山泉水 可她自己喝了也没事呀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也只能把水烧开再喝 为了防止脱水 大墙捧起开水就喝起来 一段时间后身体果然出现了好转 于是便决定帮助大美一起完善庇护所 昨晚的冷风吹进来实在太冷了 她俩都不想再经历一遍那种感觉 用大块石头将壁露重新修饰了一遍 这样就能更好地将温度反射到屋内了 随后又在周围收集这些柔软的野草当床垫 这看起来很轻松 但割草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这种植物 它的植物能在15分钟内堵死一坨大象 就算无意碰一下 都可能让你头皮发麻 一段时间后 他们的庇护所也造的差不多了 结果这般冷风却调转了风向 屋内的气温一下子就比昨晚冷了好几度 好家伙 今天一天都白干了 这种寒风可不是简单一点树叶就能挡住的 两人在庇护所里一直抖个不停 这不操作直接给两人整到怀疑人生了 更糟糕的是外头还有一头大黑熊在捣乱 听着声音八成是在求偶 两人吓得连个响屁都不敢放一个 还好黑熊对他们并不感兴趣 不然今晚没被冷死 也会被这家伙吓死 时间终于来到了第三天 大强被冷得口吐掀气 这里真的太冷了 两人决定更换庇护所 但还没等他们出门时 天空中大片乌云又聚集起来 看来今天的计划是要泡汤了 他们便决定先给火种造个挡雨棚 先是用木头搭建一个支架出来 然后再往上面铺一些树枝用来挡雨 这样一来火堆就不怕被大雨浇灭了 可到了晚上依然还是那么冷 都已经把庇护所全都包住了 屋内依然不能很好地保存热量 难 真的太难了 挑战来到了第四天 他们起床时仅仅剩下半条命 妹子再也忍不住了 16岁就被赶出家门的她 有着丰富的睡街头经验 现在必须更换庇护所 才能继续挑战 不然在这里被淘汰 这是个时间问题 于是他们便把之前庇护所的材料 全拆了下来 虽然大强并不赞成这种做法 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大梅在空地上立了几根树桩 她想在这片空地搭建个荒野小别墅 功能要求防风挡雨还要有火炉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还没干几分钟 大强又开始投晕目炫起来 要不是知道这里是高海拔地区 我真怀疑这货是打着头晕的名义在偷懒 他们已经四天没有吃东西 如果再这样下去 肯定会坚持不了几天 这片区域白天热出响 而晚上却能把你冻成狗 他们坐不到宾兽里边建造庇护所 而这个胖子更想去搞一头豪猪回来吃 妹子一听要放弃搭建庇护所 脾气瞬间就上来了 两人也因此大吵了一架 要吃你自己去吃吧 晚上要是没有庇护所 直接扒坑把你埋了 我就没见过吵架能赢的男人 大强终究是妥协了 只能忍着恶和妹子一起搭建屋子 他们把框架搭建出来 一段时间后 两人的狗窝终于弄好了 躺在里面的效果的确好了不少 至少没有之前那么冷了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这是两人来到这睡过最舒服的一晚 但大美似乎还觉得不够完美 结果下一秒天空又开始雷鸣闪电起来 一看就是要下大雨的节奏 大强将收集到的干柴全部移到屋内避雨 可没想到老天爷这次下的并不是雨 而是碗口那么大的大冰雹 好家伙 这是把两人往死里整压 就连铁锅上都能看见 手指头那么大的冰雹 两人睡在庇护锁里根本熬不住 屋外已经全部都是冰块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六天 这种情况十分危险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查看 狗窝内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都已经成闲鱼了呢 最后看见大美颤颤巍巍地爬出来遮放星 而大强也在一旁抖个不停 好家伙 不是说好是新手副本的吗 怎么来到这去要把人往死里整 导演表示遇到冰雹 他也没预料到 随后给两人检查了一遍身体 发现他们的血压都低得下人 而且体温也很低 不过两人的表现挺有看点的 要是就这样退赛实在太可惜了 说白了就是导演嫌这期素材还不太够 现在退出属实有点浪费经费 于是便来到庇护所询问两人的情况 在得知他们还想继续参加比赛时 导演竟然破天荒地给他们提供了两件兽皮毛毯 大美一看这毛毯高兴得不得了 这下有了毛毯熬到大吉局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 这毛毯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雪中送太阳 有了毛毯 妈妈再也不怕他们晚上被动成狗了 他们用兽皮制作了帽子和各种装备 这天晚上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但继续生存下去 他们还得解决食物问题 而在这里受力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接下来不知道两人会以什么方式继续生存下去呢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想要收看接下来的后续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节目吧